日用天良 月年 上年期第27周星期四 保禄中途至加拉達人书 三章一至五節 无知的加拉達人呀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已活现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愿向你们请教这一点 你们领受了圣神 是由于遵行法律呢 还是由于听信福音呢 你们竟这样无知吗 你们以圣神开始了 如今又愿以肉身结束吗 你们竟白白受了 这摩多的苦吗 果然是白白地吗 天主赐与你们圣神 并在你们中间施展了得能 是因为你们遵行法律呢 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 答唱荣 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至七十五节 在自己的仆人达微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 正如他借力代诸圣先知的口所说过的 请救我们脱离的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 他向我们的祖先施行仁慈 记忆起他自己的神圣盟约 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宗亚巴郎所宣述的誓词 因此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 无恐无惧 一生一世在他面前 以圣善和正义事奉他 路加福音 十一章五至十三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途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去他那里 向他说 朋友 借给我三个饼吧 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者类 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 那人从里面回答说 不要烦扰我了 门已经关上 我的孩子同我一起在床上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 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 而起来给他 也要因他田不知此地切求而起来 给他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 我告诉你们 你们求 必要给你们 你们找 必要找着 你们孝 必要给你们开 因为烦扰的 就必得到 找的 就必找到 孝的 就必给他开 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 而只向他求饼 反而吸他石头呢 或是求鱼 反将蛇荡鱼吸他呢 或者求鸡蛋 反将蝎子吸他呢 你们纵然不善 尚且知道把好东西吸你们的言类 何况在天之父 岂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